安波NBA篮球快信 星期五早早 攻陆同蓝网的东岸准决赛以三仪斯道密尔玉基麦拿伦论坛 球场进行 更直播到时将会有这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就算两对排面实力不相白重 而且系列赛投两场打完 蓝网在缺少三具投资一下灯的情况之下 进攻火力看起黎姆斯毫减退 而且防守越来越令攻陆难堪 彼此之间格食格味道极浓 所以蓝网连赢三场拧到赛点绝对不出奇 座勇连续两届MVP得主亚迪图坤宝 加上棋 米道顿和布鲁克努比斯这样入选过美国国家队的猛张 本赛季又得到可烈迪升级后卫线 眼前这套班底更加好过前两季常规赛登顶全联盟的攻陆 而且他们只可以以东岸三号种子的身份出战季后赛 一开始令不少人觉得是吸取了过往的教训 要保持低调以免树大招风 季后赛第一圈黄素热火将显出整体的成熟稳定 不过随着东岸准决赛头两场战霸 可以见到攻陆因为蓝网组建成超级豪华战艦 不得不接受竞争力和地位倒退的事实 原本以为夏登G一开局无耐伤退令蓝网前警报满暗涌 攻陆好想趁机一举打尋蓝网 攻陆都把握好了内线优势给对方多抢11个蓝板 但米克占是扮演骑兵反手打乱攻陆节奏 而机分的奋勇都是意料之外 最大弊端就是三分球只有20%的命中率 G2的攻陆彻底失云 三分命中率依旧不备 投号球星亚迪图坤宝表现麻马居然已经是阵中最好 而两场系列赛最令人失望肯定是队内伸水最高的棋 米道顿 合共43次出手指命中13球 那就好难不输 现在已经陷入绝对被动 攻陆招架不住多点开花的蓝网 即使迪云迅组不是赛季报销都无补于是 反到主场可能是攻陆为数不多可以算得上优势的因素 双方本赛季五次交锋 主场作战一方式数告折 但以上两场的状态和迫技战术比拼来看 二三的攻陆想完成反扑都是相当大难度 蓝网G2依然要面临下灯决阵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他们在G1顶住压力之后 反而完全转化成为动力 一开局就掌控主动的他们 在首节结束的时候建立起17分领先优势 半场更加是扩大到24分 全场比赛结束赢39分 创造队史贵后赛最大赢波分差 众所周知 蓝网在三巨头带领之下 进攻水准联盟首屈一指 而在缺小下灯的情况之下 都难得同期 艾荣将重集完全揽上身 7-11组合G2合斩54分 尤其是3分波达到的14头8中 同攻陆方面形成鲜明反差 直叫对手绝望 除此之外 蓝网的防守模型之中变得更加难破 防守效率由G1-100进步到G2-93.5 与其说是攻陆方面手感低迷 其实是蓝网已经完全进入冲击总冠军模式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个是蓝网近18年来首次东岸准决赛 拿到2比0领先 当年他们直落四盘黄素赛以突人 这个似乎是预视助攻陆今年都将会成为惨剧的背景版 在后卫颠位迪赛季报销 前锋者夫格连还未来得切复出 下灯继续相缺的情况之下 蓝网依靠仲将市团结打出统治力 G3作客表现仍然值得寄予厚望 看场MBA都只需是15元 那么划算还等什么呢 立即下转我们的apps吧 1天 2天 2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